印有严吉字样的杯套 穿着朝鲜族服饰的卡通人物造型吸管套 带有城市元素的包装袋 85后李湘英的咖啡店成了这座城市的热门打卡地之一 今年年初 美团外卖平台数据显示 全国县城咖啡消费热度排行榜中 吉林省延边州首府严吉市居榜首 当地的咖啡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 一时间咖啡成了这座小城的旅游新名片 2023年是李湘英和丈夫自主创业的第15年 近日记者来到他的店内看到 这儿的生意非常红火 谈及开店的缘由 李湘英坦然完全就是机缘巧合 那个时候就我们认识一个台湾人 他开的一个奶茶店很有特色的 把那个茶熬出来的 就真正的那样的奶茶之类嘛 所以那个时候感觉这个产品很好的 我们就想着把这个学技术了以后 回老乡开一个这个店挺不错的 李湘英夫妇曾在北京上海先后开店 他们改良创新了带有朝鲜族特色的饮品 在上海西普路大受欢迎 后来经过慎重考虑 夫妻二人决定带着经验和自创品牌回到家乡 尝试将咖啡赋予更多 严急特色文化带给更多人 自从去年就国庆周期 黄金周期 没想到很多很多游客特别喜欢严急市 过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所以那个时候想着就 怎样的话把这个我们朝鲜民主的文化风格 就传给他们 带有城市特色的文创咖啡 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 引来众多游客打卡 喝咖啡的同时 人们还触碰到了朝鲜族文化 李湘英介绍 现在在严急小店喝一杯咖啡 愈发成为一种潮流 小小的咖啡杯中 装的是城市魅力和无限商机 我们严急市呢 一出门隔一家都是咖啡店 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喜欢喝咖啡 每天喝一杯 就甚至每天都喝好几杯的人 越来越多